花莲县政府致力推动太平洋优质生活圈 县长徐正卫也特别完成各项的基础硬体设施 在公园里头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共荣式邮具 也整体设计是结合在地元素反映出花莲的多元人文特色 也满足乡亲各个年龄层需求 县政府表示说太平洋公园预计在年底会开放给民众来使用 在得天独厚的海岸美景之下 县府将太平洋公园打造为以海洋为主軸的共荣游戏乐园 以机有的大型沙坑海盗船游击为中心 串联周边附地配置多样性的共荣游击设施 并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绿地 将机有的贝壳沙步道改造为波浪直排轮练习场 预计年底开放民众休息使用 太平洋公园旁重要的溪流美轮溪以及吉安溪 县府逐年改善清水环境 规划连结花莲在地山井水岸 改善吉安溪下游河口段的水域空间 并优化南兵公园步道环境延续生态水岸 以其接轨东大门夜市的日出湘西大道 行程观光的轴线达成与水共生 共存共浓的目标愿景 县府也考量美轮溪下游区域有 深喜的台湾濒临保育类 投放湖府足迹 经过生态专家的建议 保留现地旨在作为湖府的汽地 并且选择湖府喜好的食物植物 柳林果荣 水桶木等等 为生态保育贡献一份心力 此外县府持续办理两坛自行车修缮计划 以提升整体的安全考量性 以及民众骑车的舒适性 花莲线两坛两铁自行车道 很快新城 花莲市吉安乡 以及寿丰乡四个乡镇 现阶段两坛自行车道 主要是串联七星潭 旅渔潭等海岸线 连接到花东重谷的自行车道 沿途更是利用海堤 废弃旧铁道 天险湘境等道路 建设成为自行车爱好者 骑乘最高率的自行车道 记得教你换手道